大家好,我是微軟MAP 羅納克 今天跟大家介紹如何透過 SQL Server Manager Studio 轉出資料表的 Schema及資料 首先我們再點選資料鋪 然後選擇工作裡面的產生Skip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我們要轉出Table Scheme 哪些Table要轉成Skima及資料 然後按下一步 在進階的部分我們可以來選擇說 我們今天轉出Skip 轉出的Skip是只要Skima或者是只要Data 或者是Skima跟Data都要 這時候我們按OK 我們在新的Windows裡面把它呈現出來 按下一步 好,Finish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Table的Skima圈出來 同時在最下面它會幫我們產生 Insert和DataSkip 那這個功能在SQL Server 2008 R2以上 都有支援 謝謝大家